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奥林体克体育场 我们为您直播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运会的开幕式 东京残奥会的开幕式 从一个短片凯残奥运动员的奔跑竞技 产生了风 风将羽毛和绸带吹上了空中 羽毛和绸带勇敢而优雅的飘动 象征着残奥运动员的坚韧和战胜意境的能力 而齿轮和飞机也都与后面的演出内容有所呼应 我们将随着演出进程 为您一一揭晓 我们来到开幕式现场 一百名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在有节奏的舞蹈 这里是帕拉机场 帕拉是英文残奥会这个单词的音域 这是东京残奥会的专属舞台 现场开始倒计时 帕拉机场与全世界一起欢庆 即将开幕 三 二 一 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开始启动各个零件 他们要干什么呢 原来他们要启动机关人员 机关人员从日本江湖时代流传至今 人们在人员的身体里面装入各种零件 使人员可以做出简单的动作 现在我们看到红绿蓝三种颜色的气球 从三个方向进入到场阶 他们在风中舞蹈 慢慢向舞台的中心汇聚 是国际藤奥委会的汇灰 就算奥奥会的开幕式上展示舞环 藤奥会的开幕式同样展示了自己的汇灰 是国际藤奥会的开幕式同样展示了自己的汇灰 一阵风掠过东京的上空 这是残奥选手们带来的一阵清新的风 它让世界惊讶 我们将在风的带领下 了解东京残奥会22个大项的比赛 场内灯光变暗 演员们挥舞着旗帜 场地中央刮起了彩色的风 五颜六色的风给体育场带来了欢乐 他们在场地中间起舞 接触到其他的风之后 又出现了新的颜色和新的变化 这些风象征着残奥会 他们将从体育场吹向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全场燃放热火 祝愿来自世界各地的残奥运动员们 在本届残奥会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我们将走进一段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一架独立小飞机的故事 镜头又回到了帕拉机场 在这里 你们将目睹各式各样的飞机 在空中翱翔 本场看幕式的主题是我们拥有翅膀 无论身体是否有残疾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双翅膀 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希望 可以把我们带到任何地方 一架独立小飞机出现 之所以被称为独立 因为它只有一个尺飞机 很羡慕帕拉机场上的其他飞机 羡慕它们可以在空中自由地翱翔 扮演小飞机的小姑娘叫和和游依 2008年出生 今年只有13岁 它是由先天性疾病引发的 上肢和下肢功能性障碍 尽管周围的人都很关心小飞机 但他还是很害怕 他只有一个翅膀 他觉得自己永远都不能飞向空中 忽然间音乐节奏变得欢快 场内出现了几架很特别的飞机 它们的样子也很与众不同 有的虽然只有一条腿 可是它非常的强壮 有的个子很高 翅膀特别长 还有的个子很小 翅膀也很小 盲人飞机的扮演者在52岁时得病 几乎双目失明 而他在62岁时成为一名音乐制演员 同时也是出色的诗人和散文家 他今年已经69岁了 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 他们都无忧无虑地用自己的方式 静静地在天空飞翔 现在我们来到了文艺演出的最终章 我们拥有翅膀 再次呼应整场开幕式的主题 我们来继续讲述小飞机的故事 由于还是不敢飞行 小飞机独自离开了帕拉机场 我们来一看 还有没有 有什么 你让我们来 Trailer